一代妖后贾南风的私生活虽然很淫乱 但他却能做到知人善人 大权独揽的他知道自己的娘家人贾密和波章等人不是治国理政之才 为了稳定朝政便让他们推荐能力突出善于治国的人才 有自知之明的贾密为他推荐了张华 张华是汉朝开国三节之一张阳的后代 早在司马延时期就因为和阳户一起主张灭无一统天下得到重力 不管在文治还是武功方面都是一流人才 贾南风对于张华的能力也十分满意 儒雅且多智 即便张华曾经支持其王司马忧取代太子司马中可以说和他有过节 但贾南风依旧不计前嫌给予重用 让张华担任宰相和裴伟一起总理朝政 在此期间贾南风虽然一直纵情享乐 但却很少干预具体的内政事务 张华在处理内政的时候多数情况下也得心应手 贾南风和张华共同合作的这一段蜜月期 从公元291年直到公元300年接近10年 这一段时期堪称西晋的黄金10年 唐朝人写的禁书也记载 虽当暗主虐后之朝 而还没验染 在此期间西晋的名声相比司马延的太康之质进一步发展 边疆地区虽然有胡人齐万年叛乱 但也很快被梦官平定 朝野的运作也是井井有条 张华也感恩贾南风对他的信任 为了避免他的家族因为专横拔护酿成灾祸 为此他特地创作了女史珍来劝谨贾南风 张华在文章中劝他要懂得圣级而衰 东汉那么多外妻圣级一世最终都走向赴命 没有哪个外妻家族可以一直兴盛 贾南风看后十分生气 将文章扔到一边开始怒骂张华不实抬举 要不是自己重用他怎会有今天 一旁的董猛由于收了赵王司马伦的好处 便极力推荐善于逢营的司马伦取代张华 却遭到了贾南风的痛骂 在贾南风看来 张华以及裴伟这种人虽然说话令人讨厌 但却是能够办大事的人 这几年正心人和都得益于张华的功劳 贾南风的能力自然无法和吕后 以及武则天这种女强人相比 但勉强也算一个合格的女政治家 并不是多数人所知的除了丑和恶毒一无所事 从他仅仅当了一年皇后就除掉权倾朝野的外戚羊俊 再到除掉汝南王司马亮以及楚王司马伟就能看出其权谋水平 其实八王之乱第一阶段对于西晋的影响并不大 真正导致西晋陷入大内乱的是贾南风在接下来做的一件事 对于西晋陷入大内乱的是贾南风在接下来做的一件事 对于西晋陷入大内乱的影响